苦怒了几个月的餐厅 终于等到好消息 广东省宣布5月9日起 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由二级响应下调去到三级 酒店、超市、商场和餐厅等全部重开 我们生意肯定是有很大的改善 但他预计生意额都不可以回复到疫情之前 除了餐厅、公园、旅游景点、运动场所和图书馆、博物馆等都会重新开放 但就要提前预约和限制人流 会有密闭的空间 所以就算你开我都不会去 不会一下子把心放得很大 但都很高兴它的级数降低了 也有市民说 只是省内放宽限制还未够 当局说 下调应对级别不等于零风险 基层的防控责任会更加重 当局强调防疫工作会由应急状态转为常态 日后都会继续严防口岸输入和防止社区反弹 连续两个几月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的上海 9号起亦都会调低应急级别去到三级 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 目前只剩下北京的应急级别仍处于二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